咱们今天做一道菠菜活动 咱们这菠菜给割土豆粉 不是 摇点土豆粉 割水里头泡一下叶菜 怕这个叶子上有虫卵什么的 然后怕 净了不可以了 咱们用鸡蛋和菠菜 咱们现在去把菠菜焯一下 是把草酸给它焯出去 咱们下锅马上就得捞出来 割到凉水里锅凉 割到凉水里马上就捞出来 过一下凉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菠菜咱们就焯完了 咱们就把菠菜改一下刀切成段 菠菜不能切太细的丝 切太细的丝就出不来效果 就切这么大的段就可以 咱们现在就打鸡蛋 割五个鸡蛋 把鸡蛋打好 把鸡蛋打好 这五个鸡蛋我就放半勺盐 就这么多就可以了 打一下 咱们现在就加水了 这个勺呢 咱们这个五个鸡蛋 一个鸡蛋一勺水 咱们这个水是凉水温水都可以 你看 这一勺是一个鸡蛋 这个五勺就是五个鸡蛋就可以了 再把菠菜放进去 咱们用这个塑料膜 把这个碗给它铺上 铺这个塑料膜 为什么铺这塑料膜呢 你好就是蒸好鸡蛋膏的时候 你好脱这个膜 要不你脱不下来这个膜 那就可以了 咱们就把鸡蛋放进去 把这个鸡蛋液和这个 就到这个碗里了 这个菠菜搅匀了就可以了 把上面的浮沫撇一下 不一样有沫子 要不蒸出来那鸡蛋糕不好看 这个沫子再有的话 一定要给它披干净 要不等那个蒸出来的时候 要不就没有那么好看 上面再盖一层塑料膜 给它扎几个小孔 咱们这个就整好了 咱们这个就可以上锅里去蒸了 上个小莲 放在这锅里头 把鸡蛋放上边 拿这个呢 拿这个呢给它扣上 蒸15分钟 趁着咱们那个蒸鸡蛋糕的时间呢 咱们呢 调个料汁 这是醋 这是蚝油 这是酱油 海鲜酱油 搁点粉 搁点蜂蜜 剁点蜂蜜 你要不愿搁蜂蜜的 你搁白糖也行 我就是搁点蜂蜜 再倒点香油 咱现在是放的是蜡油 家里有孩子的 你就可以 果酱啊 柿子酱啊 给孩子吃就可以 走了,咱们看看里边怎么样 现在给它改个刀 好看吧 就是看它这个立面 你看 像黄斐绿翠一样 像咱们女人戴那个镯子 姐妹们戴那个镯子似的 你看 这个层次就特别好看 咱们最后的一道手具 放辣油 尝一尝味道 这个一定是盛一块儿蘸点辣油 吃的那个味道呢特别好 就像蒜羊肉一样 千万千万不要把辣油直接都倒在一起 那就不好吃了 就没有那个味道 好看 大心 像是什么 你怎么会就能够到 你怎么会不够了 你怎么会把他转了 你怎么会把他在一起 你怎么能够到 你怎么会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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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